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醋溜土豆丝 首先土豆刨皮切丝 头几片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切开后翻面 这样做平就相对可以稳住了 开始切片的时候 就要切薄 这是切细丝的基础 那如果切不薄切不细 你要尽量切均匀一些 这样丝切好后清水里淋一下 再煮上一锅开水 滚水里土豆丝穿一下 去掉土豆身心味即可 捞出瀝干 然后我们再开油锅 放少许油快炒 如果洗辣 如果洗辣可以放一些辣椒爆香 这样又添色又添香 那如果你不喜欢辣的话 就放一点青椒汁 接着掺过水的土豆丝下 大火快炒至少许可调味 适量的盐 添加一点糖 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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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持香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